两兄弟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玩泥巴 看他们娴熟的手法 就知道他们玩了三十年 在他们一顿搅和下 就得到一坨结实耐用的水泥 还要用手当小铲子 一点点的将烂泥糊上墙 这专业的手法 抹得还十分均匀 他们量一点也不带分心的 要是在工地上班 老板指定给他加工资 就连床也不放过 是怕睡觉吃一碎的土吧 这一百平方的小洞 被兄弟凉弄得整整齐齐 洞口抹上这水泥 出入就方便了 滑下去也顺滑很多 两人非常负责任的 将房子的各个角落弄满了水泥 这样就能使房间更加防水耐造 仅仅经过一个小时的涂抹 就完成了这一大工程 两人从洞内爬出来 用高难度的姿势 做着洞口的收尾工作 随后 两人扛着吃饭的家伙回来 还带回来一堆的杂草 扯下一点放入壶中锤 还要加上秘制小药水 就能得到绿色的原料 一点点显然不够 两人继续受挤 这种鲜艳的颜色 正是他们想要的 赶紧到处来用手涂上试试 看来十分的合适 二话不说就带进洞内 开始进行粉刷